然后我们大约就这样了 我们大约就这样了 我们大约就这样的家庭 我们就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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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家庭 我们就这样的家庭 我们就这样的家庭 我也是吃不了 他人跟名字一样 安安静静的 非常爱笑 当我们刚知道 他要去武汉成员的时候 我们都在嘱咐他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因为大家还有一个小孩子 我们是计划今年是20年 我们正好是毕业十年聚会 我们当时还说 我们一个不能少 还短一些 再短一些 这情况也好 没事 来的时候我就想着 提成那种 和你们差不多吧 就是那种 男孩发现吧 之前的这个头发剪了 你不觉得可惜吗 等这个医生过去之后 我们的家庭 就在岛这位 谢谢 记得他是以专科的形式 入校的 但这孩子呢 学习特别特别的刻苦认真 那么第二年呢 就升为了本科 而且毕业以后的话呢 在七路医院那一年招聘当中 也是第一批 进入这个七路医院的 主要是一些日常用语 比如说 用黄冈方言说的 你等一下啊 然后你好灵性啊 然后还有一些 你虚不虚负啊 这种的 然后我们用这种 黄冈方言和换的交流的话 距离一下子就会换的拉近了 我也当时不知道 他叫什么 你这背对着我 我说你别离我这么近 你我把手撑开 撑长一点 我说你离我远一点 应该大于明天来 应该到我们黄冈 再来看一下 他把它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 他这么年轻的 把我们都救好了 他自己就这么走了 你们用衣服 你带着衣服来 慢慢开着 带衣服在那里 他好不容易 要回去休息休息 所以我就想换衣服换给他 那个就代表我的感谢 无比的难过 他是真正的为我们黄冈 拼了命的 我们的战友 短时间的意识 真的是心里不能接受的 就是真的好可惜 花一般的年纪 之前张静静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我给他说谢谢 然后他说 没关系 我们都是生死之交了 我失去的时候 亲爱 也为我唱悲伤的歌 我哭上不必按照强 也无事容易的播出 那盖着我的轻轻的潮 你这雨也站着不住 假如你愿意 心起着我 要是你感受 我要忘记 在幽旧的魂雾中 你迷惘 阳光不升起 也不笑 我也许 也许我还记得你 我们扎根于这个伟大的国度 无畏一切考验的淬炼 因为这是我们的梦想之地 哪怕经济称赞 依然突向山边 值得我们不停脚步 值得我们咬牙坚持 愿以五倍之青春 守护着上师的状态 我们 ain't even fire 这个叶桅 それ不拧职 我們 bid 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